青年创业创新培育计划 初了层梦片第二阶段进阶课程 已经接近尾声了 青年创业创新委员会 再一次举办实践经验分享会 请来澳门学勤进修教育中心的负责人 麦建才先生 以及是合伙时代联合始创人梁海桥小姐 分别向各位同学分享了 他们在创业时候所经历的艰辛和喜悦 同时还给了很多宝贵意见给同学 一起去听听他们的分享 我刚才分享过一件事比较奇怪 就是比较有趣 就是人家可能陷害了你 或者被人善过 受过委屈 其实都不是太大不了的事 不需要太介怀 所以专心做好自己擅长的一面 做任何创业都要有本先 而且澳门的租金和人资都比较大 所以必须有卖点两点才有机会成功 我们给了一些内容 就是如果他们打算创业 有什么最重要 包括他们的团队 他们的能力 有没有做好市场研究或者发展 还有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的 商业模式的分析和预计 另外我也分享了一些 关于投资者的心得 投资者的如何去看案 如何去选择项目 希望对他们都有用 2017年全澳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现已接受报名 欢迎有意实践自己创业梦的澳门居民 把握机遇,踊跃参加 提提大家 截止提交创业计划书的日期是8月11日 记得不要错过了